伤央变法 从春秋到战国 周王室日渐衰微 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 而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愈发频繁 为了赢得战争实现富国强兵 一场场变革在各国间悄然发生 短短时间内便涌现出了理亏 无企 邹记 身不害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变革之士 在他们的帮助下 各国经济军事实力大增 在激烈竞争中逐渐处于有利位置 身在魏国的商鞅 由于未能得到魏王的赏识 决定离开魏国 前往秦国寻求发展良机 此时的秦国经济落后 内外交困 秦孝公即位后 决心效仿他国大力引进各国人才 实现变法强国的梦想 而商鞅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之下 登上了大秦的政治舞台 那么商鞅变法都有哪些关键性发展策略 商鞅又是如何力排众议 想方设法让变法顺利推行下去的 他命运悲剧的种子又是如何埋下的呢 南京大学武黎松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先启们史话第三集 商鞅变法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一讲呢 给大家讲商鞅变法 从春秋到战国 这个列国之间的厮杀 越来越严重 我们历史上有个词 叫做残酷的兼并战争 如何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活下来 这成为列国诸侯的第一要务 这种情况下 富国强兵就成为战国时代 各个诸侯国必须做 也不得不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列国诸侯就开始改革内政 激发国民的全部活力 创造财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魏文侯就任用李亏 在魏国率先变法 所以战国时代最先崛起的诸侯国 是魏国 吴起就在楚国变法 这个邹记在齐国进行改革 深不害在韩国帮助韩昭佛改革内政 此后还有赵武林王的胡福奇社 这一系列的改革 直接影响了后来秦统一六国 影响了汉朝的制度 甚至深刻地影响了 古代中国社会面貌的 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使得旧的社会 那种氏族制度瓦解 所谓的编户齐民 在户籍上登记造册的小老百姓 这种结构的国家开始出现 我们这一讲呢 就讲一讲商鞅变法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商鞅这个人 商鞅呢 他不姓商 商鞅呢 姓姬 就是他和周天子是同姓 在西州的初年 他的祖先叫康书 魏康书被分分在殷商的故地 被称为魏国 而且呢 势力不大 其次来说 商鞅在魏国是一个什么身份 在魏国 商鞅被称为叫朱 树涅公子 所谓的树涅公子 就是他是魏国的公族当中 庞系的这种贵族 他的母亲祖母啊 或者再高几倍啊 是一个树妻 生的孩子呢 不具备继承魏国国君军位 或者是担任大夫这种资格 所以他在魏国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从国家来讲 他是魏国人 从他的地位来讲 他的祖先是国君 所以被称为叫公孙氏 那么此时的商鞅被叫做魏鞅 魏鞅在少年时代 他就喜欢一门学问 叫行民之学 什么叫行民之学呢 大家知道我们在司法审判当中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 那么这两句话 其实就是行民的核心 以事实为依据就是行 以法律为准生 就是民 讲到这儿 其实大家就会发现啊 商鞅的这个出身 和他的这个爱好 决定了他后来的走向 为什么 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他没有了参政的机会 而他又因为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两者结合 使得这个时候的商鞅啊 能够有一份上进心 能够有一番成就自己事业的迫切的希望 学成之后的商鞅 来到了战国时代的魏国 此时魏国的国君魏惠王 任用了一个大臣 叫公书座 商鞅呢 就在公书座的门下 担任一个中数字 公书座发现啊 他手下的门客当中啊 商鞅是最有政治才华的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商鞅 他就已经病得不行了 这个时候魏惠王来探病 说万一你要是不太好了 你觉着谁能继承你的地位 公书座就对魏王说 我的门客当中啊 看起来都不行 但是有一个青年人 是魏国的叫魏央 我觉着他才华出众 而且他对魏王交代 说希望我死以后 你能举国而听之 就是你把国家交给他 让他来主持政务 他一定能做得很好 魏惠王听了之后啊 就不说话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魏央啊 年纪轻轻 二十岁露头 而且地位也很低 只是公书座门下的中数字 你让我举国而听之 我怎么敢答应你 这个时候魏惠王起身就要走 眼看着魏惠王要走 公书座门就让魏惠王 你把身边的人都请走 我再给你说一句贴心的话 如果大王不能任用他 你一定要把他杀掉 不然将来这个人 会成为我们魏国的祸患 魏惠王听了之后 点头表示答应 转身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就被身边的人讲 这个公书座真是老糊涂了 我魏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 他竟然让我把这个国家 交给一个毛孩子 那我怎么能做到 魏王刚走 公书座就把商鞅招过来 他跟商鞅说 我刚才给大王托付了你 我看大王不会用你的 我又给大王说 如果不能用你 一定要杀了你 我对大王已经尽了 君臣之意 现在我要尽朋友之交 你赶快逃走吧 魏国可能要追杀你了 听了这番话 公孙央信心地对公书座说 彼王不能用军之言 任臣又安能用军之言 杀臣乎啊 说魏王既然不会听你的话 用我 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呢 所以啊 商鞅就大摇大摆地 离开了魏国 那么接下来 商鞅是如何有机会 重新走上政治的舞台呢 当时整个战国时代 比较落后的一个诸侯国 秦国 秦国这个时候 有一个国君 刚刚即位不久 那就是秦孝公 就在商鞅离开魏国的时候 秦孝公呢 想要招揽贤财 就需要这个各地的 有为的 有智慧的这些人 能为秦国服务 中原诸侯国通过变法图强 经济军事实力大增 秦国则因为荒蛮偏远落后 而渐渐被他国疏远 在与东方诸国的交战中 秦国是越大越弱 地盘也越来越小 形势岌岌可危 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 年轻的秦孝公 成了秦国新的国君 那么新军秦孝公 将会有怎样的作为 商鞅在秦国 能顺利地成就自己的 志向报复吗 这个时候商鞅就通过秦孝公身边的一个红人 叫做警戒 败会秦孝公 可是商鞅见了秦孝公 聊了很久 秦孝公昏昏欲睡 根本听不进去 警戒出来呢 也批评商鞅 说你给国君讲了什么 国君根本就听不进去 那商鞅就说 我用地道游说国君 国君根本听不进去 他的志向不在此 过了五天 商鞅再次求见 比第一次呢 好一点 可是这个秦孝公啊 还是觉得说的不对味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于是商鞅一走 秦孝公又一次 对这个警戒讲 这个人还是不行 警戒也反过头来问商鞅 这一次好一点 但是国君还是不满意 你又到底说了什么 商鞅对警戒说 我拿王道游说国君 国君呢听了 但是没听到心里去 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我再见一次秦孝公 于是商鞅 第四次见了秦孝公 这一次秦孝公见商鞅 商鞅游说秦孝公 不自知 息之 潜于喜夜 不知道秦孝公自己 就一步一步地 就挪到了席子外面去了 由此两个人聊了好多天 秦孝公觉得商鞅说得对 这个时候警戒就问这个商鞅 你最后用的什么鬼把戏 商鞅说 乌以强国之术税君 君大悦之二 商鞅最后用富国强兵 用霸王之道游碎秦孝公 秦孝公非常满意 但是商鞅也说 尽管我们的国家 按照我说的能够富强 但是我们的国家 不能像殷商和周代那样 绵艳长久 我想商鞅在这个地方 已经做出了很重要的一个预判 这一点是历来研究商鞅的人 都不太容易注意的一个小点 这个小点就是商鞅告诉了秦孝公 富国强兵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要想像殷商和周那样长久 这个办法不行 过而啊 我觉着商鞅给秦孝公 出的这个方法实则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 四个字叫旧时之策 这个是补救当前现实的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不能长久用 商鞅既然游说成功了秦孝公 他能不能够顺利的施展开来呢 这个时候的秦国啊 还比较落后 为了能让商鞅的政策顺利的推行 秦国组织了当时的很多的这个官僚啊 讨讨讨论变法突强这件事 商鞅在讨论之前 首先要让秦孝公 从内心深处赞成他的变法方案 所以商鞅对秦孝公说 就是你做一个事情 你内心怀疑这件事情啊 做不成且取得不了最后的成功 在这里商鞅说了一番话 命不可与律使而可与乐成 这句话是贯穿了商鞅 整个政治思想的一句话 老百姓啊 你不要跟他讲该怎么一起努力 你只要使唤他 只要用他 但是老百姓可以享受你改革的成果 商鞅讲到这儿 他说我做的一切都对老百姓有好处 但是我们的改革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要想做成大事 不需要跟大家商量 只要你秦孝公内心自己拿定主意 就可以 商鞅说 治事不一道 变国不伐国 说起来真是阵龙发溃啊 要想把国家治理好 不一定有唯一的方法 要想解决当前的困难 一定不能没守成规 这是法家非常重要的观念 法家思想认为 一切以现实为出发点 而且君主要有独知之律 就是君主啊 只能由他一个人做最后的这个决策 我觉得这些话 都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基本逻辑 也是商鞅变法的一个序曲和贯穿其中的终极思想 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处长 变更法令 变法图强 商鞅变法到底有哪些基本内容 其实就是后来被东方诸侯 看成是虎狼之情的那个秦国 非常重要的这个变革因素 商鞅变法 一共有六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一条 把老百姓分为十五 就是五户文家为五 十户人家为十 让老百姓目思连坐 你一户人家犯了罪 剩下的九户人家要为他的罪责买单 这就是什么 就是把老百姓一户一户地 编成这种编户齐民 然后互相监督 第二 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手同赏 逆奸者与相敌同伐 也就是说 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 你老百姓如果主动举报 主动去告发 你的邻居 你的这个亲属之中 做了坏事的 这就和战场上杀了敌人一样 接受赏赐 但是你明知道你周边有人犯罪 你不举报的 这就和战场上投降敌人 一样要斩首 第三 分家 老百姓有两个成年以上的男性 如果不分家的 每个人加一倍的付税 为什么 秦国的治理单元按照商鞅的设计 是以每家每户为单元而治理的 那么秦国不鼓励大家族 鼓励什么呢 鼓励一家一户的老百姓 因为什么呢 一家一户他可以承担国家的付税 承担兵役 这种法令就造成秦国普遍的出现了小家庭化的社会 那种西州以来聚足而居的世家大族被肢解 地方上的强宗豪强被分割 第四条 在战场上打了上有了军功的赏你 在战场上没力军功 而喜欢在民间泄斗 喜欢打架伤人的 各以你的罪行的大小处罚你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鼓励在战场上发挥力气 惩罚在民间互相斗殴 第五条 陆立本届 你能够在日常的劳作当中 耕地种的粮食多等 知不知的不博多的秦国奖励你 怎么奖励呢 把你这个要服的姚毅啊 要交的赋税啊 加以减免来奖励你 但是如果你懒 如果你去做生意 你变穷了 国家就把你的身份从平民变成官奴婢 这叫收奴 由国家来负责 支持你干活 也就是说秦国啊 是奖励勉勉的人 惩罚那些懒人和穷人 第六条 宗室没有军功的 不得有蜀籍 就是你这些宗室的皇室成员 如果你不替国家打仗 没有军功 那么就不给你颁发 这个贵族的籍贯的属籍 而且所有的尊卑绝制 能够占有多少土地 能够雇佣多少人为你服务和劳动 你能穿什么样的衣服 住多大面积的房子 这一系列的等级 大家知道这一条意味着什么 这一条意味着商鞅变法认为 就是通过打仗 通过军功 决定了你能享受什么样的物质生活 而你赚了钱 你未必能够用钱换取这样的社会地位 和换取这样的物质生活 也就是说在商鞅变法之下 政治地位要高于货币的功能 可以说商鞅变法六条一出 它完全是以能够增强秦国的国家财富 能够增强秦军的战斗力为指向 为目标的 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代 秦军的战斗力非常顽强 甚至被东方六国称为虎狼之邦 商鞅变法不仅扩大了国家税赋和兵摇役来源 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推动了秦国旧制度的彻底废除 这也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让老百姓相信如此颠覆传统的大胆变革 商鞅采取了哪些措施为变法立威 秦国国力大增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为了确定这个法令的权威 商鞅在秦国的都门南门立了一个三丈之墓 一个很高的木头 告诉老百姓 你们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给我搬到北门 我就赏赐它十金 这个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 不就是搬个木头吗 怎么能给这么多的钱 就在这个时候商鞅再次下令 谁能够搬给五十斤 于是有一个人就把这个木头 就从南门搬到了北门 商鞅就当众赏了五十斤 这一下老百姓都明白 商军的变法是真的了 不是说说完完的了 通过这个事件让大家明白 我的法令下下来 法必明 令必行 商鞅的法令 这个施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秦国的国都附近就有很多老百姓就对商鞅的法令表示不满 为什么不满 因为侵蚀到了他的既得利益 而这里面就包括了秦的高级贵族 就是秦孝公的儿子太子 商鞅就说 我的法令推行不下去 首先就是因为贵族防害法令 于是商鞅就吓唬太子 说我要惩罚你 我要对你施法 当然了 太子你是四军 你是国家未来的寄托 我不能惩罚你个人 于是商鞅 行其府公子前 秦其是公孙古 太子的老师 一个是公子前 一个是公孙古的 都是秦国的贵族 商鞅对他们施了重刑 大家看到 连这个太子的老师 都被商鞅惩罚了 其他人就不敢再触犯商鞅的法令 所以商君的法令 就开始迅速的 而且严格的这种执行 推广了十年 十年之后的效果是什么 行之十年 秦明大悦 道不识异 山无道贼 家戟人族 命勇于攻占 确于私斗 相亦大志 就整个社会紧紧有条 秦国的老百姓 刚开始说商鞅变法 不变于民的 不好的 现在都跑过来对商鞅说 你的法令好 我拥护你的法令 大家知道 这个时候商鞅的态度是什么 商鞅的态度是 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 把他们全部搬迁到秦国的边境地区去 为什么 因为商鞅认为 我的法令好不好 你们这些老百姓 只有执行的这个责任 没有去议论讨论和反对的权利 不仅如此 商鞅变法十年之后 商鞅的身份 就由左庶长提升为大粮造 之后商鞅把秦国的都城 由过去的雍城搬到了咸阳 这一副向东 进取的这个态势 就特别明显了 不仅如此 商鞅还把小的乡意 汇聚成为了一个一个县 在秦的治下设了三十一线 这些政治改革完成之后 商鞅最后进行了经济所有权的改革 就是所谓的费景田 开签末 把过去的景田制废掉 然后呢 把土地分给老百姓 然后这个土地通过征收赋税 来增加老百姓的 种地的积极性 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收入 又过了四年 太子的那个老师公子前 又犯罪了 商鞅毫不留情 把他的鼻尖割掉了 这叫义行 可以说商鞅近二十年的这种改革 使得秦国的国力大振 实际记载说秦人富强 天子至作于孝公 诸侯必贺 秦国治理特别好 连周天子在祭祖之后 把那个祭祖用的肉 把它分过来赐给这个秦孝公 这是古代周天子特别重的一个赏赐 而诸侯国呢 也来朝贺 商鞅变法 他在军事上 对秦国 有哪些帮助 秦孝公十九年 正好是战国时代 第一个通过改革成为大国的 诸侯国 魏国 跟齐国就发生了马林之战 魏国大败 第二年 也就是秦孝公的二十年 商鞅就去游说秦孝公 说这个魏国啊 就在我们秦国的隔壁 如果他强大了 他就会来侵扰我们 我们现在不如乘着魏国 马林之战的失败的这个机会 进攻他 迫使魏国把首都搬走 这样我们秦国就能够完全占据 黄河和东面的华山小山 这个山河之力 秦孝公觉着商鞅说得对 于是就派商鞅去法魏 魏国就派公子昂降兵迎击 两军已经对垒了 商鞅就派人给公子昂送信 商鞅说 当年我在魏国的时候 跟你还有点交往 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是将军 我们两个人对阵 我不忍心跟你开战 我想跟你见一面 我们讨论讨论 会盟一下 如果能和平地解决问题 就不需要再动刀动枪了 我们喝个酒 然后把协定一签 这事就了了 这样的情况下 秦国和魏国都能安定 公子昂想想 觉得商鞅也说得也对 而且呢 我以前还认识商鞅 他还不至于搞什么花样 于是公子昂竟然就来 跟商鞅举行会见 准备双方和谈 然后就在会盟之后 两人厌营 商鞅就派人扶兵 把这个魏国的将军 公子昂就给射了埋伏 把他抓起来了 然后进攻魏军 大破魏国 所以从这件事情 你们也可以看到商鞅这个人 他为了获取成功 是没有什么信誉可言的 魏惠王看到商鞅 攻破了魏军 他的国家也变得贫弱 就把黄河以西 过去属于魏国的土地 就割让给了秦国 然后把首都从安邑搬迁到了大梁 魏惠王感慨了一句 寡人恨不用公书座之爷爷 商鞅在秦国执政十余年 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 可是他的改革 得罪了秦国 秦国一众的这些贵族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物叫赵良 就出来劝商鞅说 你有千匹羊 不如一个狐狸 夜下的毛好 你有一千个人 对你点头哈腰 唯唯诺诺 你不如有一个人 对你说点真心话 现在我赵良给你说几句真心话 当年你是通过一个宠臣 警戒入戒的秦孝公 显达的方式不怎么荣誉 你做了秦国的执政 你不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你就忙着打仗 忙着迁都 你这种事情也不能算作是有功 又秦了太子的师父 诛杀老百姓 用严刑刻法制造秩序 你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怨恨 大家注意 赵良劝商鞅有三条 第一条 你没有名誉 第二条 你做的这些事 尽管看起来对秦国有好处 但是不能称为功劳 第三条 你的变法 得罪了上下各个阶层的人 大家对你恨之入骨 如果有一天 秦孝公不在了 大家想要杀你 想要抓你的 可不是一个两个人啊 可是商鞅啊 并没有把赵良的话 听进去 他自以为自己 有功于秦 志得一满 秦孝公 在位二十四年 秦孝公死 秦太子力 过去 那些受了商鞅惩罚的 太子的老师们 就一起告发商鞅谋反 商鞅知道这是欲加之罪啊 就逃亡 到旅店的时候 旅店的人就说啊 商君定下来的法令 如果你没有这个通行证 我是不能随随便便 让你在这儿住宿的 商鞅就溃然而叹啊 直讲法律 最后把我自己的脚步 也束缚住了 商鞅又逃到了秦国隔壁的魏国 魏国人怨恨商鞅 欺公子 于是啊 要拒绝他 投奔魏国 商鞅想要跑到其他国家 魏国人更不同意 说商鞅你现在是秦国的 这个通缉要抓的人 秦这么强 如果你们在我魏国生活 那这样不行 于是就把商鞅就抓了 又送还给秦国 回到秦国 商鞅就带着他在商议的这些途中 发兵出击政 就是另外一个东方的小国 结果秦人就发兵 攻商军 把商鞅杀死在了政地 免持 秦桧王 就是秦孝公的儿子 把商鞅的尸体 车裂以训 就是用车 把它拉开 分尸 让大家都看到商鞅的下场 而且足灭了商鞅的家 这个故事在中国一部古典小说 叫东周列国事上 叫咸阳市 五牛分商鞅 一代改革家 就以这样悲惨 甚至是惨烈的结局收尾 古人讲商军 他善于替国家着想 不善于替自己着想 商鞅他的法家思想 是想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 他也意识到了 用法的问题 和这种严刑刻法 残酷政治 不可能长久 可是他的改革 只看到了第一步 没有看到改革成功 如何进行 更进一步的转型 这样的第二步 商军的这种悲剧 和他的思想 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无论如何 商军的变法 制造了战国时代的 一个强国 秦国 而最终统一 东周以来 诸侯纷争 各自为政的局面的任务 也即将因商鞅变法 而落在了秦 这样一个落后的 诸侯国的头上 好 这一讲 我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